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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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社会科学出身 那与会的两位都是金融出身 所以其实两位讲者如果愿意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回答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我们多收集两三个问题 那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根本 就是说会比较聚焦在这一个panel 所讨论的这个绿色金融公正转型 又聚焦在这个金融业 我们现在比较需要去处理这个公正转型的议题 好 那我们来 麻烦第二位 谢谢 谢谢 因为问题主要是给Mr. Churchill 所以我就先用英文提问 我是台湾气候行动联盟 I'm from the Benjamin Young from Taiwan 很快地请教一下这个Churchill先生 首先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指南工具化 像是这个美国去年的这个汽车工会的抗议 我们可以看到说工会这些抗议分子 他们跟也很积极地要推动这个公正转型 然后内心有一些愿对 有一些不满哦 那您觉得金融业 金融部门 对于这种红绿联盟缩小这个 米平工会的疑虑 然后推动这个转型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情境好像是比较少提到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就是 公正转型它是一个很广的课题 我们怎么去量化什么叫公正转型金融 那什么样的活动又应该被认定为是这个公正转型金融呢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评估在这个课题下面的相关的风险 在政策上有哪些这个机会点可以考量 那你对于在美国的这个公正转型倡议 就是 有没有很明确的哪些投资类型 是对族群比较有正向影响的 那又怎么样确保说公正转型金融的这个资金 真的能够有实际运用在这些活动上 那也有符合ILO对公正转型的定义 这个address to Mr. Churchill 好谢谢 那我们再收集第三个问题以后 我们请再一并回答 因为其实这个场次我们也有 有这个很自身的金融业 而且是在绿色金融这个非常先行的金融业 所以要是有一些对于金融业者在实务上有面临 比如说跟绿色这个金融跟转型 比较相关的实务操作面的问题 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的与谈人交流 来我们请 来 Hi Hi Actually I have a question 我是想针对这个Churchill先生 还有郭总提问 那我先用英文来提问 我是来自富邦忍寿 那就像这个Churchill先生讲的一样 EDF他们有推出这个绿色债券 那EDF其实也有参与我们的一个投资案 那他是法国电力公司 那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碳排 不过呢就是很积极的在换成这个核能来发电 然后也有发行绿色债券 也是很好的事情 那我的问题是在义核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在美国 欧盟债券都有很大的一个部位 但是对我们来讲 比较难跟他们去议核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投资 所以想请教这个Churchill先生 就是台湾的这个保险业者 怎么样去参与这些这个议核 可能透过email啊 或是电话 或者是透过第三方 您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银行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很想 把它incorporate在我们的investment process里面 可是我们面临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投 比如说Excel Mobile 或者是Share 一些energy company 美国公司 那我们也很想参与他们的净铃转型 可是事实上我们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小的债券 就是投资者 那我们 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是间接的 对 可是我们看到像国寿 他们就是非常 即使对于国外的投资部位 他们也非常的积极 所以我觉得想要请教郭总 就是说在银行端 那如果说你们有一些海外的客户 当然您刚有提到像一些国外的 像越南泰国的一些投资 你们因为是处于融资的方式 那当然这个议核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间接投资者 那就是在银行这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resource 可以就是share给我们 或一些经验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想 well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好我想 刚刚有三个问题 提问给Churchill先生 那您要不要 好谢谢 那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吗 好可以 那真的是很聪明的 很好的问题 那我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那当然不是容易的问题 那刚刚讲到银行要扮演的角色 那其实当然大家都不想要涉入政治太多 那如果像他们在审查 比如说他们客户他们要投资的对象 那假设在审查的过程是不是要给予指引 那指引他们可以做到转型 并且是个公正转型 这是有可能 但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对话 或者是涉及政治 那有时候银行不见得会想这么做 那也许有个例外 那就是去倡议 并且就是依据 比如说跟政府正在同一阵线 那让这个转型呢 是成为公正的 那包括说 像是辅导这些事业工人 可能就职能的训练 或者是有这个事业保险等等 那等于说当他们失去工作之后呢 那他们可能要养家糊口等等 都可以不愁吃穿 那所以银行可以在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 也是发挥助力 让这些可能被替代的劳工 那他们不会完全就是 真的是被抛下 那我完全同意 就是其实所谓正义 或者说公正 其实它是很广的字 那基本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 你也可以说 这些都是正义 这些公正 对 它听起来很好 那听起来不错 那但是你要去怎么样评估 那评估 这也是 许多问题 其实如何评估 这是一个核心 那刚刚刚在 郭总的报告当中呢 那刚刚有提到真的是 很多像是这个绿能 或者是减碳的一些成果 真的是让人观不相看 那这些其实 是我们现在谈到 我们迫切的环境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指标 那但是像是税 或者说是 在评估当中的你的这些 比如说checklist 你要怎么做 你有没有个明确的做法 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一些指标 那比如说这些尊严劳动 那当工人他们失去职业 或者失去工作之后 所谓尊严劳动 你要怎么创造出来 那有尊严 那但是是不是有符合 比如说最低薪资 这中间怎么样带入社会对话 那到底什么样是合一 或者有尊严 那在创造这些工作机会的时候 如何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弥补 这个量上面是不是有两个有对称 那也许这是一个去衡量的方法 那当然也可以看这种包容 或者是建筑并序的部分 那或者是排除 那也许有一些脆弱团体 他们可能是被排除在这个转型 之外 那涨到这个债券的投资 另外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也是跟评估的工具有关 我们所知 其实去评估这些债券 如果他们 如果大家知道是怎么样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我也希望能够听听 就是泡砖引玉 怎么样去确认他们 比如说他投的企业 他就是真的做到这个绿色转型 那我觉得也许是像是这种平等公司 那他们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怎么样去平等说这个公司 他提出他是绿色转型 他怎么做 那真的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问题是 什么笨问题 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所想到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迫切的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们面对气候 或者面对这个绿能 或者像是ESG里面的 一的部分 环保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都需要大家齐心齐力 谢谢大家 那谢谢Greg的回答 总有一个问题 那刚刚我们第一位 这个提问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您 试着回答 好 我们请 谢谢 就刚刚那个 那位博士 你有提到几个问题 我觉得你第一个提到 是量化的这个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 很多大家的叙述 其实很难量化了 其实对我们银行 在做这个业务来讲 其实也是我们遇到的 的challenge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 我们刚提到 做很多green的DD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论 别的银行 有别的方法论 其实大家有点 莫衷于是 我们只能说 对这个客人来讲 也许他在我们银行 所做的这个 所谓绿色的禁止调查 他的分数是 随便讲80分好了 别的银行 用他的方法论 做起来可能只有50分 或者vice versa 所以这个有点 在过程当中 大家都还在摸索 学习的过程 那是希望 所以如果 如果要问我说 对这个主管机关系 对政府有什么建议的话 就好像我们在做 寿信里面 有很多的外部参考资料 比如说我们在做 寿信的时候 有台湾新报 那个TEJ的这个 的这个 评分 都有几等几等 银行可以很容易 做参考 这个日月光 台积电 台塑 它都有一个 TEJ的评分 如果把这个 所谓的绿色转型 或者说这个 减碳的这个 资讯把它公开以后 大家都集中 强制性的提供到一个公众单位的话 有一个公正第三方来做这样的 所谓大家做 ESG的这个 一个 平等好了 我想对所有的 银行机构 金融机构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往这方面来 来促进 那你刚提的 我们刚提很多 这个 这个投资 或融资的这些金额 其实 我们讲的不只是说 对风电 对他人这样的产业 这是一部分 内容个就是 对他所属的 这个 这个 产业里面 他是不是 有做到 这个资金的用途 去做 这方面的投资 比如说你买这样 简单减碳的设备 他去做这个 ESG相关的 一些措施的增进 用途也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贷款的 连接方面 比如他连接到一些 外部的指标 内部的指标 对ESG有帮助的 有做到这三点 都会纳入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 绿色融资 或者绿色投资的一个范围 所以不止那个产业 那另外就是 持续性的 我们这个 银行的受信 最短的时间 就是每年要做一次review 我们今天会看review 我们去年给他定下的 这些标准 他是不是有达到 没有达到的话 我们就会在 应对的这个策略上面 做一些改变 就你刚提的部分 我这个其他 公正转型的部分 这个林教授会比较 我顺便回答一下 我们那个 人寿的同事 没错 人寿在做这个 你因为是在 直接投资的部门 跟银行业 还是有一点差 银行业跟客人的接触 比较面对面的接触 我们每天 因为他的资金往来 资金的调度 都跟我们都有 我们比较容易 产生影响力 那就投资面来讲 因为你们 就所谓的 buy side 对不对 sale side有很多人 包括发行公司 包括很多的分析师 都来拜访你们 可是我觉得 你要发挥影响 就是你如果 对你们的投资标的 有所谓的 ASG的 waiting在里面的话 waiting越高 就会让你的 sale side的 不管是发行公司或分析师 或者这个 farm manager 知道我们在 buy side方面 对这方面的重视 影响力不会说没有 可是还是会有 另外就是说 你当然投的都是 架上的这些股票债券 如果你投资的是 直接投资到 我知道国泰先都这么做的 直接就投到 风电产业上面 那这个影响力 之前就更直接了 就看你们在 在这个 在这个by side里面 怎么样去定位你们的 这个投资的策略 不能说没有影响力 那没有项目那么直接 可是你如果把这个 标准定很高的话 我猜这个影响力 我也会传播出去的 林主任 好 一分钟 谢谢 是 有关刚刚这个 先进提到的量化指标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现在 这个金融机构的企业 在做这个资讯揭露的时候 目前当然以气候相关风险 是这个资讯揭露是重点 那 even是这个部分 目前你要取得 环境相关数据跟 这个准确性 当然这个都还有 这个要很大的 这个发展的空间 更何况是 目前在社会支柱 在公正转型的趋势下 社会支柱的这个资讯揭露 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牵涉到大概 全世界有将近40%的人 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 而这个人呢 又分很多的这个厉害关系人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牵涉因素会更复杂 我认为量化难度 的确会更高 不过现在永续报告书的这个 这个GIS准则的揭露 对于社会面向的揭露的要求 会越来越严格 因此我会建议说 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加强相关的一个资料固建制的一个功能 那么透过这个禁止调查 能够把这个永续资讯的揭露 的这个更进一步落实 那量化指标就能够逐渐的发展 可是我最后提到就是量化指标呢 还牵涉到这个企业或者是金融机构 它的规模的效应 如果你要做比较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也要注意 谢谢 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下一场还有更精彩的这个场次 那我们这个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次谢谢线上的Churchill先生 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台北来 也谢谢您刚刚非常好的专题演讲 还有谢谢您就结成回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郭总跟林主任 那我们这个谢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谢谢 谢谢